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中共中央军委日前派出四大巡视组 对军委要害部门和各大军种进行 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 徐才厚 余毒影响工作 专项巡视 目的是绝不让有问题的军方官员进入十九大 这世纪不久前爆出中央军委委员房峰辉上将 和张扬上将双双落马的传闻之后 习近平十九大前抓紧军内整肃的最新举措 那么为什么十九大前中共军队高层频繁出现异动 迅速而严厉的整肃手段 是否显示军方在平静表象下面出现了某种暗流汹涌呢 习近平匆忙下重手整理 清理军中异己 仅仅是为了抓军权 还是他嗅到了某种军事政变的危险 好 下面我们就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坐在演播室里的嘉宾是网刊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先生 陈先生好 你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 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您好 您好 各位好 谢谢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根据这个港媒最新报道 说中共中央军委9月15号起 派出四大巡视组 对军委机关 军兵总部队和军事院校等 十多个大单位进行全面肃清 郭徐余毒的这个专项巡视 直到十九大召开之前的三天前 十九大召开前三天结束 那么我首先请教演播室里的嘉宾 陈奎德先生 以往中共这个巡视 基本上都是按照反腐的名义进行的 那么这一次呢 打着旗号是肃清郭徐的这个余毒 这种政治性传递了什么样的讯息 我想这个传递的是 比较不寻常的信息了 当然这个事情 所谓肃清余毒这种说法 也不是完全没有先例的 例如关于对深圳才先生先定的罪名 就是说他好像肃清薄熙来 王立军余毒着力不够 就是等等 但是确实这一次 以四个巡视组用这样高的调子 而且一开始就不予反腐 而是提出以肃清这两位的余毒 这确实是比较罕见的一个事件 所以我想是徐立平先生 现在是考虑到了 目前十九大马上召开再集 时间非常紧迫 而军队的情况看来是有点紧迫 我估计我们待会会讨论到军队 恐怕有些不满的声音 或者不满的意见 已经被他查究到了 所以说他必须要下重手进行诊肃 因此公开的 而且是快刀斩乱马式的 提出所谓的要肃清余毒 要直接表明是肃清政治上的 不忠诚的对手 那么您刚才提到 实际您刚才提到 就是这种肃清流毒 肃清余毒这个说法 也不是没有先例 那就是四川的重庆市委书记 孙政才落马的时候 也是这样提出过 但是据我的观察 过去三十年好像这种提法不多 对对对很少 大概就是薄熙来他们那一次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您怎么看这种具有政治目的的巡视组 郭独余毒究竟 郭徐这个余毒究竟是什么 究竟有多严重 我觉得所谓郭徐余毒 可能就是一个说法 真正的这个还是政治上的整部 而且我们看这个昨天 解放军报发了一个社评 叫军队不可能站在政治之外 他一个是引用这个列宁的话 就是说军队不可能也不应当保持中立 就是然后呢他讲他说 从军队诞生那天起 军队都是统治阶级进行 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 始终为政治服务 然后他又以这个习先生的话 他说是国家大饼莫咒于兵 然后呢后面就是强调 这个要确保人民军的始终高级 旗帜维护核心 听到指挥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 他强调的军队的政治上 不能中立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个人感觉 他还是要这个所谓肃清于毒 其实你想 郭徐已经是死老虎了 他有多少遇毒 但是呢可能就是军类 确实有这样一种情绪 就是他实际上是担心军类的 这种某种异动 特别是在十九大前期 因为过去不是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 比如2002年这个十六大的时候 就是当时是二十几名将领 联名突然在这个十六大的时候 联名要求江泽民留任这个军委主席 就这一类的异动 它是相当可怕的 中共的历史上 它一般的很怕开会 因为开会有时候会有一些个 这个无法预料的这种失控的情况出生 发生 所以我想这一次呢 它是要打这个预防针 就是首先通过军事来震慑 军队内的这种不满的情绪 或者是不满的人 使他们不敢在这个十九大之前 有什么轻举妄动 再有呢 就是说它伴随的其实 还有就是一连颤的人 喂 喂 哦 看来 喂 哦 看来这个 张先生跟我们的连线呢 是断了 现在 没关系 一会儿呢 技术故障 我们会排除 争取尽快地把张先生接回来 记得这个当初啊 习近平拿下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时候的 他的名目呢 就是清除军中腐败分子 我们看到他们的主要问题呢 郭徐二人 主要是贪污受贿 卖官欲绝 甚至两性关系等等 这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愤慨 但是后来呢 问题逐渐变了 逐渐呢 讲到郭徐的时候呢 他们的问题就逐渐转为 所谓不守规矩 不讲政治 不守纪律等等 那么我请教 陈归德先生 陈归先生 您还记得 郭徐二人的这个问题 是怎么由这个腐败问题 转为政治问题 是 是 大家知道郭徐问题 尤其是先是郭徐 徐才厚先被拿下 然后才是郭伯雄 是不是 徐才厚刚被拿下的时候 揭发了他大量的贪腐 甚至说是他这个地下室 有多少多少几顿的钞票等等等等 总之把腐败这个事情作为他的全部的罪名 而且是一般的老百姓也是非常愤慨的 他这个非常大的贪腐 而且大家知道这个贪腐 反贪腐这个东西在中国是有极高的政治正确性的 他是所谓的是得民心的举动 所以他就用了很大的宣传篇幅来弄这个事情 然后到了后来到了2015年 7月30号拿下郭伯雄的时候 也还是谈了贪腐 他怎么 但是隔了不久 这个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以后 到了11月份 我记得是11月19号 解放军报的发表声论 就是他们不守纪律 不守政治规矩 实际上已经从经济上向政治上滑动了 滑过去了 实质上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从来都是整肃政治反对派的一个 最好的利器就是反腐 而反腐是一个 大家知道因为所有的军队的官员也好 党的官员也好 几乎是无人不贪 无人不服 所以说反腐只是一种工具 但是要清除自己的政治对手 政治或者说政治威胁 这才是最主要的 所以说到了后来 很清楚的他也表明 他们俩是好像是不服 或者是习近平先生领导 或者是说和前任的核心 有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类似于像他们对胡锦涛先生这样 有可能产生某种制约的 甚至钳制的作用 这个是习先生是坚决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转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实际上本来就是个政治对手 清除政治异己的问题 但是先用了反腐的名誉 逐渐过度的清除政治对手这样去 好的 那看起来还是政治整肃 那么张立凡先生现在的连线又回来了 技术故障已经排除 那么我请教张先生 您刚才说这个郭和徐都是死老虎了 打也没什么意思 但是刚刚落马的房张二位上将 可是活老虎 那么据说这两位上将落马的这个背景也不简单 可能也不仅仅是腐败问题吧 那么他们究竟与几年前落马的郭伯雄和徐才厚 是什么关系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 当然是说他们和郭徐有很深的关系 说什么这个房是这个郭的什么第一爱将啊 等等等等 但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这个究竟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说这个北戴河会议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这个军方的人事异动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后发生的 那么刚才我可能也讲到 但是我没有讲完 就是我谈到这个多威新闻网 这个抢先发布了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央军委 要大换选的消息 而且他有具体的名单 那么他说这个消息是在8月23号的明报发布的 但是多威的这个消息呢 实际上是在8月23号的早晨三点多钟 他就已经发布了 所以我怀疑这个 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全盘的布局 而且这个布局呢 很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为这个 而且我对照了一下 就是当时这个明报和多威发的这个名单呢 基本上把人和他这什么职位都点到了 只不过就是谁接替防风辉啊什么的 有些说法上稍有一些不同 但是呢这个这个人事变动基本上都点到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变动 可能就是跟北戴河会议的 就是传出了一个对团派有利的名单以后 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我认为有可能是一种反制措施 因为我曾经谈过一个观点 我就是说到最后时刻 可能这个在过去五年 如果利益受损的派系 会联手来向这个希望攀排 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习先生 他也做了这方面的预防 那么这个这一次的 这个采取这个紧急撤换 因为我们现在看撤换还没有结束 还在持续而且现在中央军委差不多一半以上的 有的时候是七个有的时候十个 我没有最后统计啊 就是说这个职位都已经发生变动 现在主要就是剩下这个这个两位副主席没有变 这个习主席没有变 然后呢可能这个张又霞没有变 还有一个谁没有变 总之现在其他的位置都变了 而且包括这个四个军种都已经变化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通盘的考虑 这个通盘的考虑来的有点突然 那么他的原因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体制内的这种反对 有相当的关系 因为如果正常的人事变动啊 他不一定非要在这个时候去这个部署 是的 他完全可以等到这个十九大结束 开十九届一中全会的时候 按常规来公布一个 这个重新公布一个军委的人事名单 现在似乎这个在这个之前 就是说在十九大之前 就紧急的这个把原来的这个军委的这些个位子 全部都调换了 或大部分都调换了 我觉得这显然是一种异动 好的 那么刚才呢张先生提到了这次军委的大变动 我们得到的消息呢基本上是这样的 最新消息啊 张又霞呢也卸任了军委装备部的部长 那么至此呢 中共十八届军委委员当中的十一个人 除了正副军委主席之外 现任军委委员中只有长万全保留国防部长的职位 其他军委委员呢已经全部卸任各个部门的主观职位 因此有港媒就这样说 说目前的中共十八届中央军委呢 已经变得有名无实 解放军最高指挥体系 军委出现了军史上罕见的控窗期 那么这个现象的确呢 是非常值得令人注意的 就有许多分析人士呢 认为这一次的中共这个军内整肃啊 可能它的背景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深 要大得多 那么有许多分析人士呢 就把郭伯雄和徐才厚的这个江派背景联系在一起了 他们认为呢 就是江泽民的势力在军中盘根错节 清除郭徐余毒 主要就是清除军中的江派势力 那么陈先生 您怎么估计这个现在军队中的山头主义 这个江派势力在军中究竟有多大事 中共的军队里面的山头主义还是由来已久的 当然我们不要去详细的追溯 从毛泽东他自己也多次谈到了 他各个山头要怎么照顾 那现在这个事情来得比较突然是说 很明显的军队里面有各种山头 有相当多的山头吧 我们可以看到了 包括现在从海外传的各种留言 和包括海外公开的 例如像郭文贵先生的事件 还有各种各样的事件 都可以发现现在中共的斗争 党内的高层斗争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和白热化了 所以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我想这个没有人可以否认了 所以说像这次十九大前夕 要做这个事情我想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说习近平这个机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机会 如果是他在十九大之前不把这些 他认为有可能在会上出现某种翻盘 某种异动的局面给他这个隐患排除了的话 他觉得十九大开起来是没有保险的 所以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山头大家知道 他前不久的军改已经把18个集团军 已经缩减为13个集团军 而且把过去的那些老的 那个所谓的有革命传统的那些军队的 翻号全部改了 从裁军15到20万 而且把翻号从现在从71号排到83号 也就是说比如像过去的38军 什么时候军 这些号数都不存在了 也就是说他要打掉这个军队里面的 长期延续下来的 这个我陪去的人 我那个山头远远流长的 可以影响很远的 习近平这一手是做得相当快的 而且军队 大家知道是中共里面是最重要的命根子 谁抓住军队 谁就掌握了整个的大权 所以说这一点我想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好的 那么我再来请教张先生 有人说习近平整肃郭徐和房张 说到底就是整肃江派的军中势力 您的看法如何 当然了 我们可以说比如江先生 他长期担任军委主席 然后到了胡锦涛时期 他又在军方的拥戴下 延续了军委主席的任期 当然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军的情况 所以江实际上在整个胡锦涛时期 他都是在垂帘听政 也就是说他的经营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而且我们注意到江湖在其任期之内 都封了一批上将 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记得习先生阅兵的时候 我就有这样的感慨 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的少将 在这个带着一个一个方阵在出现 我就说当时我就评论这一点 我就是说 我说将来这些少将 可能是习先生要用的人 而对于那个前任 或者前前任留下来的人 我觉得他都没有信任感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 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现在逐渐换上了的一些人 有的就是刚刚从少将提升为中将 我觉得他只有用一些资历比较浅的 而且呢这个能够听话听招呼的人 那么他去取代那些个 两位前任一位主席留下来的 这些个军头们 这个可能这个才能使习先生有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至于说 现在有很多比较悬的说法 就是说可能发生了未遂政变等等等等 这些呢我们目前没有得到任何 可以证明这件事的资讯 但是不排走以后 也许还有新的消息传出来 好的 但是至少我觉得 就是他的不安全感是存在的 好的 那么一会儿关于政变的问题 关于或者是政变未遂这样的传闻 我们接下来再谈 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要求加入我们讨论了 我们先来接电话 新疆的黄先生 新疆黄先生你好 你好 说习近平抓军权 那是共产党实行独裁专制 镇压老百姓的本钱和工具 很正常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抓军权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 既有独裁统治一党专政的地位 说穿了 说穿了就是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抓内情的目的是鼓舞兵族的事迹 和给军人打击血 保持军队内部的稳定 和防止将领叛变 人民现在只能干瞪眼 和美国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谢谢 好 谢谢新疆的黄先生 另一位黄先生 广西的黄先生 黄先生你好 你好 习近平 黄先生是中国人民军放军 杜海中三军首长 和以前江祥明 吴锦涛 国家军委屈他们 那时具有发展国内经济为主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好的 谢谢黄先生 好 谢谢您 现在我在选读几份网友的评论 首先是变异后的90后 这位网友说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习某人之前得罪的人太多了 他自然要斩草除根 胡锦涛 这位网友说 习的政治生涯呢 是从给耿彪当秘书开始的 但他那个时候的经历 没有给他在军队建立基础 你不在军队中掌有识权 没有自己的部下 你就没有基础 习对军队的控制 也只能是威吓 那么军队中如果有人对他不满 他就很威胁 福大这位网友说 军队忠于党 那就是党卫军 一个不保护人民的军队 那就是党的打手 酷毙了 这位网友说 郭徐被逮了都多久了 中国的内斗不消停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谈谈 习近平这个不安全感 有人说 有人对目前 中共军队内部整肃 他做了更为严重的这样一个研判 他认为防风辉和张扬 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 都被拿下 只能说明一件事 就是说在十九大前 中共军队中出了大事情 其中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习近平刚刚平息了 或者防止了一场军队的 未遂政变 或者是政变预谋 请问程先生 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这可能性当然不能排除 但是说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的 因为他们是黑箱操作 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证明存在这种政变的可能性 这个事情 但是我想的话 出现某种军内的反对的声音 或者底下有一个不满的情绪 这个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而且大家也知道 包括徐太后和郭伯雄 郭伯雄的儿子本身也提到过 徐太后当时对郭伯雄就说了 让他干五年下台 他对习近平说了这样的话 包括后来的他的儿子 那个郭伯雄的儿子说 他说军中的将领 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我老爹任命的 但安利伟就是都我们的人 所以说这种不安全感 对习近平来说了 是肯定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关键就是在于 为什么这次做的这么的 就是说这两个防风辉和张阳 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 突然拿下 而且军队大换血 这么大的规模 这么凶的换血 这个是恐怕在中国军队历史上 都是没有过的 就这样大的规模 所以说确实他感到了一种 紧迫的威胁感 当然也和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也和19大马上要召开 他如果是19大上 有比较多的人数来 来发出声音的话 对他来说是非常害怕的事情 另外一点 就是前一段传出的日本的 杜麦新闻 他们公布的 那个所谓新的常委名单 确实是看来 是那个阶段达成的某种结果 这个结果对于徐先生 显然他是不满意的 他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行动 逐渐地改变那个结果 我们当时也说了 只是中间的一个插曲 或者中间的一个阶段性的 一个回合的结果而已 好的 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 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观察人士都把最新一轮 这个军内整肃 从此前一系列反常现象 联系起来 比如习近平八一阅兵独角戏 两位上将没有任何预警 就双双落马 海陆空及战略火箭部队 这个主官换将等等 如果我们把这些现象 同习近平的不安全感联系起来 那么他这样做呢 似乎好像不仅仅是为了抓军权 而是嗅到了某种更严重的危机 即政变或者政变预谋 张先生 请问 有这么严重吗 您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要看 这个政变的可操作性 就是以前我记得在这个节目里 那个时候何平先生也在 那个我们曾经有一点 就是不同的看法 就是何平先生就认为 军队绝无政变的可能和能力 都是一些个废物 那么我是认为 就是这种历史的偶然性 不能排除 就是说有可能发生异动 但是呢 现在回想起来呢 就是说 我一直有这样的说法 就包括像林彪这样的 这个功劳卓著的这个副统帅啊 说他想掉一个牌都很困难 就按中国军队的制度 所以呢 这个这么大规模的变动啊 如果是小规模变动 就是毫无意境拿下了 黄峰辉和张扬 这个呢 也可能可以解释成 是他们真有什么这个密谋 或者异动 甚至政变的可能 或者是 就是不排除吧至少 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换学 我觉得这中间可能 就是拿前面一个事做由头 然后顺手就把这个所有 他感到不安全的因素 一次性排除掉 然后呢 借这个机会来换上 这个习先生认为至少可以用一刀的人 因为这个呢 也未必啊 现在换上来的人就一定是他真正信任的 但是呢 暂时他们可能行不成反对的势力 或者呢 他们在军中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来讲 可能三分是在防政变 但是七分其实还是不安全感 所以一定要换学 我觉得也有这种 就是这个 就是实际上是自己过分紧张 一身深暗鬼的这种可能性 好的 我们现在呢 再来接电话 基林的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 抓紧时间 您好 这个习近平既想抓住军权 又想这个防止政变 其实这两项都很难做 因为他在抓军权那个营救部队 他说要党九一千 要军队清党的话 人们要问了 为什么军队要清党的话 这军队也不是那个党员用党会养的 他就是人用情统用那个血汗片养的军队 他这个军队应该倾同于人民选与政府指挥 你说他听说党的指挥这个礼令要说不过去 第二点就是说 共同党的这些很多官员都非常堪腐败的 有的他们几个月 几十个月 甚至上百人都有 谢谢 这样的党 他怎么能 人民怎么能清他的呢 好的 谢谢您 谢谢基林的吴先生 现在关于我们刚才讨论政变的问题 许多网友非常感兴趣 一位叫关群游 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军内整肃既有抓军权的目的 也有防政变的目的 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此外还有提高解放军战斗力 凝聚军心的目的 单纯的以权力斗争的视觉来看这个问题 有失偏颇和浮浅 任何一个有微信的领导人 都绝不能单纯的只顾自己的权利而不顾大局 这样会丧失自己的微信 同时也必须在为国为民的大目标下 牢牢掌握自己的权力基础 这位叫万王江 这位网友说政变就是以改变政治体制为目的 目前中国当权者中没有人有这个愿望 再加上奴性的心理也没有人感动根本 所以中国不可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政变 最多就是捣乱一下 现在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 陈先生请您回应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 那是综合看法 刚才这位网友说的有意思 他说政变就是改变政治体制 那倒不一定 政变有时候就是改变领导人 而且中国也发生过政变 包括在1976年 包括逮捕四人帮 实际上就是一次政变 所以说政变不是说不可能 但是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最近发生了政变 或者是说发生了政变的预谋 现在我们还不清楚 有这种趋势 而且两派的对峙的激烈性 是有这种趋势的 但是有没有这个事实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 只能说这样 有这种可能性 那么现在还有大概50秒左右的时间 我们请张立凡先生做一个总结吧 张先生 这个非要把它说成一个政变 现在确实没有什么证据 但是有时候这个历史真相 是要过当一段时间才能透露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妨耐心等待 尽管这个时评是时评 但是有时候时评并不能够完全 这个说明真相 我们还需要有耐心 好的 那么最后我再读一两篇 这个网友的评论吧 这位叫J英八四山 这位网友说习近平天天都处在恐惧之中 无论官还是民他都得罪了 对不起啊 我们时间实在真的有限 大量的网友评论 我们没有时间来读 今天时评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 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 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感谢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先生 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时评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时评大家谈讨论热点话题 朝核危机时刻 展开军演 中俄在打什么样的算盘 好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